SBL超級籃球聯賽上售的最佳球員出爐了 去年球季五元季后賽的傳統球隊 玉龍隊正準備重振旗鼓 那在中的老將周世淵扮演了重要角色 對那雖然呢他本季的上場時間 是最近四季以來最少的 但他依舊繳出亮眼的數據 在相隔兩年之後再度獲選為 SBL的最佳鬥士 宝刀未擾 玉龍隊後衛周世淵 相隔兩年多再次獲選 SBL單週最佳球員 新年新希望 31歲的周世淵 2015年首周開出紅盤 投籃命中率超過六成 平均角度20分四籃板和2.3超級 攻守全面 幫助球隊戰績卡在前段班 加強自己的重量訓練 還有一些核心的東西 然後也不要那麼急 然後慢慢的用經驗去打 然後找到最好的空檔 然後用最好的方式去得分 征戰SBL已經12個球技 周世淵從當紅炸紙機 到現在要補機帶小機 各項數據特別是上場時間 來到近年來最少的一技 但是這位老將 上面上沒有退步 用成熟的心態 成功轉換角色 繳出亮麗成績單 減少他一些不必要的一些 體力上的消耗 多在進攻方面 因為球隊射手裡面 他試煙的過人 急停跳投 是有他的獨到支柱 再怎麼樣還是要傳承 那你清球也要上來 那我再去幫助他們 那這樣銜接上來的時候 在我們球隊才會變得比較強一點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 其實還好 只是能上場 能替補上場 然後就盡最大的力量去打 周世元是育榮三連霸的重要功臣 但是去年球隊首度無緣自由賽 他繼續老馬仕途 帶領球隊走向冠軍路